后续处理 这边如何建立表单 有一个标签是Fung 然后呢Fung 然后呢这个Input的元件 然后既有的 4.0既有的输入 跟那个5.0 新增的部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还有其他的 我想这部分注意来看 首先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这部分呢 一定会有个Fung Fung开头 然后呢Input Input里面的话呢 比如说你是要单行的 文字testbox 或者一个Button 或者是下拉的选单等等 这部分的话呢 可以透过Input来做 那里面的话 比如说呢 我们这边有个Sample 第一个的话呢 简单的 比如说像这地方 比如说 Title部分的话呢 大哥大使用意见调查 那里面的话呢 我放一个 比如说这个Body部分 Background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 自己再去找一张图 当背景图 然后呢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一张标题 这个标题图 我想不然各位就打字上去好了 不然要产生这个字 可能要用像Photoshop 或者其他影像 注意做 或者你打一个 叫大哥大使用意见调查 然后呢 里面呢 我希望放什么呢 放两个按钮 那两个按钮 特别注意 这两个按钮要怎么做 首先的话 这个地方呢 这个标签部分的话呢 一定是一个 Fung开头 不过特别注意 将来呢 我们除了一个Fung之外 还需要两个标签 第一个标签就是说 我的Action 我有个标签名称叫Action 那Action部分的话呢 会指向给一个什么呢 给一个 比如说我们的练习是一个JSP的话 那我就给它指向了什么呢 那个 我们这个网站里面的某一个JSP 因为我这个表单按下送出的时候 要按下那个Summing之后的话 我要指向给什么 指向给某一个 这个动态网页去做一个执行 那这个执行的话 其实这JSP有点像某一支程式 它去把使用者的 所谓的Request 就是它的需求 按下去要做什么事情 接收到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标签 叫做Mensor 它的方法 一个Action 一个Mensor Mensor等于什么呢 那你传输一个表单 在网页的技术里面 一定会有两种 至少会有两种 一个是叫做Get 一个叫做Pose Get或Pose 那这个部分的话 后面还会再 讲到这个JSP 或Servorator的时候 还会再讲到 那里面的话呢 我们一定有个 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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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面的话呢 我会放什么呢 放两个Button 那两个Button里面的话 特别注意 一定是什么Input 开头 然后Type叫什么呢 Type就是Summing 那以后你看到Summing的话呢 就是这个表单要被执行 一般就是提交 要不然就是确认 后面的话会加一个Value Value的话就是按钮上面的名称 叫提交 那再来的话呢 Input Type的话呢 是一个Reset Reset的话呢 那这个地方 Value的话叫重新 重新输入 那做完的话就类似像这样一个表单 我想各位先练习一下 在这个地方的话你可以在 这个因为是第九章 所以请各位在Eclipse里面呢 再新增一个资料卡 CH09 然后呢 第一个建立一个那个HTML HTML的名称叫做什么 Fone 1 Fone 1 或Fone 01 OK那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试看 简单的了解一下 有关那个 如何建立一个简单的表单 那这个表单里面的话呢 需要两个按钮 一个按钮是提交 一个按钮是Reset 的方法